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据报道 国防部将刺中裁军和减少中西非的作战任务 美国在中西非的特种作战任务 重点一直是训练非洲等到国军队打击极端反思发起 那日益增多的反叛活动 报道强调 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非洲的军事存在将彻底消失 提交该计划的美国非洲司令不司令托马斯瓦尔德豪泽在接受最先报 到该世界的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我们不会离开 瓦尔德豪泽还说 美国人会为了保护美国意义而保留单方面返回的权利 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的去年10月 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表示 目前有6000名美国军人分布在非洲各地超过53个国家 纽约时报的采访显示 大约1200名在非洲执行任务的特种兵将面临立即撤回 资料图片未预计不提得了莫尼耶基地内 美军士兵正从C5运输机中搬运物资 据《纽约时报》报道 提交给华盛顿领导人的计划部分 包括在18个月 那条美国特种兵削减25% 在三年内削减50% 该削减计划会让美军数量恢复 到2014年 在非洲大陆的美军人数 约有700名军人 瓦尔德豪泽输在非洲 随着特种作战部队 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执行其他任务 美国国民警卫队军人和常规部队 可以更多的与非洲国家展开合作 报道着 这一计划制定前 逆日而去年10月份 发生了一期导致4名美国军人 死亡的伏击战 索马里西南部 今年6月份 发生了一期导致另一名 美国军人遇害的袭击事件 报道着 当极端分子开始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时候 非洲作为全球反恐斗争 在另一个阵地吸引了美国的注意 恐怖组织伯克圣地组织 就是一个试图与伊拉克和顺利亚的伊斯兰国的主要追随者 集成团伙的组织的例子 伯克圣地的根据地在尼日利亚境内 但他也在诈得 尼日尔和喀麦隆北部活动 报道着 不过根据地在非洲的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 都没有袭击过美国 这一区别已经引得部分人发问 在非洲大陆各地打击这些威胁势力 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资料图片 美陆军绿色被雷猫特战队训练造 瓦尔德豪泽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2018年版国防战略报告认为 大国竞争比打击恐怖组织更重要 非洲司令部不是这份报告规定的唯一一个需要提交财政计划的作战司令部 马比斯在今年1月份宣布新的国防优先级别时说 美国军队开拓了一个战略目的的时代 警惕着世界不断变化的事实 我们将继续从事反恐活动 但是大国竞争 而不是恐怖主义 是当即美国国家安全的重重之重 瓦尔德豪泽对纽约时报表示 美国非洲司令部的裁军 可能会从卡麦隆这样的国家开始 据报道 300名美国军人 已经成功训练了当地军队 这里不再需要美军陪同执行任务 瓦尔德豪泽说 现在他们自己可以做到 这个国家将成为我们努力 让自己不再需要做这份工作的范例 瓦尔德豪泽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 尽管年日而是去年10月份发生致命府基站的地点 但他也被列入了当地军队 很快就不再需要美国监督执行任务的国家 五角大楼对那次袭击的调查发现 那次在那起人鱼 每个梯队指挥监督的缺乏 编一壶广和 突围在非洲作战的美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